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刚刚听欢郎报喜说你高中了 我已经知道了 你不高兴吗 不高兴 能为国效力有什么不高兴的 高兴就好 高兴就好 那个 老爷 你还有什么事吗 白云灌的符咒这么厉害 不如哪天我们一到去 求个子嗣 如此说来 你认为我能高中 不是因为寒窗孤独 而是因为你的符咒 符咒怎么也有点用吧 肆腾 于是吧 肆腾 我们走吧 肆腾 我们走吧 肆晓 我们走吧 太太 吓死娘了 如今你有功名在身 还这么舍舍歇歇的 不着手脸 太太 我如今上榜了 也算光纵耀祖了吧 太太能圆我一个心愿 说吧 什么心愿 我喜欢上了一个姑娘 行了 你老爷眼下高兴 暂且别提此事 但今后你有了锦绣前程 什么样的姑娘 不紧着你跳吗 可我身上就要娶她 婚姻启舍儿戏 容你说娶便娶 太太 四爷 这儿子可不是说话的好时机啊 老爷 老爷 甲逢员求见 她来干什么 不见 老爷 她是带着鹤鲤 专程来求见的 让她来这儿见我 是 对喽 对喽 你瞧瞧你 你瞧瞧你这不上进的样 大爷 四爷 应试 人家都上了吧 唯独你这个扶不上 强的烂民 整日间混迟等死 我都替你扫得慌 我的奶奶 那是咱们没用功 就凭咱这大脑袋 你看看 我要是用功 我一直比他们考得好 那你倒是用功啊 我 来 奶奶 你坐 奶奶 我的功都用在别的地方了 你看 看这儿 娘 子 是 谁 还有更厉害的 你看啊 怎么样 两块吗 我一心呢都在奶奶身上 奶奶就是我的功 你 你呀 我是指望不上 不过这家里的大权 断然不能旁落 大嫂子没什么主意 二嫂子又不爱管东管西 如今只要把老私房里的 给拿住了 这日子才算安生 言之有理 奶奶 你需要我做什么 就四个字 义不容辞 你呀 除了吃喝玩乐 还知道做什么 这些动心肃的事 还是得我来 你不搅局就是了 是是是 我一定不会搅局 我一心就伺候好奶奶就行了 来来来 上好的龙酒 不能闲着 怎么样 使点劲 那个使劲 给他 妈呀 万生拜见阁老 听说你高中了 怎么不在家好好的庆贺 尚望府里有何鬼干呢 葛老不知 学生在京城举目无亲 要说庆贺 无非就是自贞自饮罢了 学生素闻葛老威名 且我与令郎又是童年 今日斗胆上门拜访 若学生有造化 愿拜葛老为恩师 小小贺礼不成敬意 还望葛老笑呢 你是个聪明人 既然投身在我门下 我定会提醒你 葛老大恩 学生永生难忘 眼下在何处落脚啊 说来惭愧 学生头上并无一转一瓦 暂且在酒楼的仓库安身 这样 我府上倒有几间闲置的厢房 若你不嫌弃 我找人收拾出去见来 你就在府上住下吧 丁管家 小的听到了 小的这就去办 葛老收留 学生感激不尽 日后葛老若有差遣 学生肝脑涂地 以谢葛老大恩 好 客气了 快快请起 来来来 从今往后 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好说 好说 爷 来 这是给你的 这里面有酒钱 赏钱 还有封口费 该怎么做你明白吧 是是是 您哪 是饥食不同往日了 小的没有别的常处 就是嘴巴炎 您放心 这话乱在肚子里 这点规矩 小的懂 让你找的东西找到了吗 找着了 吃吧 上京有富贵之家 以孙为首 家主位及仁臣 其妻子女共识寇人 苏映雪 肃爱音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臣孙世杰 臣贾逢元 臣顾真 参见皇上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吧 谢皇上 自古英雄出少年 我朝人才辈出 乃朕之福 社稷之福 恭喜皇上 更可喜的是 是 除凤轻于老凤生 孙阁老的两位爱子 一同上榜 你可要小心 别让你的儿背超越你去啊 皇上过奖 臣不过是声扬了他们 朝廷选拔能臣 是皇上龙恩浩大 他们能为江山设计效力 是臣隐瞒的荣耀 好 朕心甚畏 宣臣之意 是 皇上 奉天成运 皇帝诏曰 赐一甲状元孙世杰 为从六品汉林院修传 谢皇上龙恩 赐一甲房颜甲逢元 为正七品汉林院编修 谢皇上龙恩 赐一甲叹花固真 为正七品汉林院检讨 谢皇上龙恩 其余重磅者则贤能 交孙大人获当安排 臣领旨 孙哥老 恭喜恭喜啊 恭喜孙哥老 阁老 阁老 多些阁老提拔 学生日后定侍奉阁老 安前马后报效阁老 好好为朝廷效力 他日定会前途无量 多谢哥老 今儿高兴 多喝一点啊 好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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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胡服务圈子啊 老爷 老爷 都是学老爷 谢谢老爷 先如今四爷跟大爷都高中了 这是恭喜太太 来 咱们一块儿敬太太 恭喜太太 恭喜太太 四季 大哥 我们敬几位一位 恭喜啊 诸位 感谢诸位丽临家宴 小儿不才 寒床十几载 今日方柱朝为官 他们是新官上任 朝中诸事一概不知 往后若有什么不解之处 还望诸位同僚多多点拨提醒 恭喜阁老 贺喜阁老 恭喜啊 贺喜阁老 阁老一门三竭 如今放言满朝 哪家还有这等造化 是啊是啊 阁老 今晚一定要多饮两杯 多饮两杯 来 供饮此杯 谢谢 来来来 我请 请请请请 坐吧 真是高兴啊 怎么了 我好像点醉了 这才刚开戏啊 实在不行啊 你好 看我 你不行啊 快吃 了 你们给了 你真是 就 老爷 还是让老四进去吧 万一这么闹着酒 怕杀不住 老爷 老四你回去吧 我陪你喝 二郎 老爷 送老四回去 是 是 太太 你怎么过来了 太太 我这橙子连着应酬 实在罚得厉害 想出门散散 您就让门房的人放我出去吧 这会儿子还想要在外面瞎逛吗 你才放了官 过阵子就要走马上任了 这一忙起来 也不知道早晚能不能好好说上话 你不如在家侍奉爹娘几日 也不枉我们生养你一场 四哥哥如今当了官 怕是忘了与我有约了吧 你答应我 要同我一起赏花灯的 这会儿子还要反悔吗 不悔 不悔 大壮无疑言既出司马难追 这儿不向太太求着呢吗 原来是嫡株相约啊 你这孩子 怎么不早说呢 去吧 陪你妹妹四处逛逛 谢谢太太 谢谢太太 两位哥哥 您看一看 去吧 这回可又欠我一个人情 你也不问我去哪儿 不必问 举手之劳吧 既如此 就再次谢过姚妹妹了 你先回去吧 姑娘 您怎么不会问四爷去哪儿啊 您不怕她去找那位姓林的姑娘吗 不怕呀 怕有何用 如今她一心都在林姑娘身上 石头牛都拉不回来 她这样的脾气 你越是想逼她越要反其道而行 与其处心积虑从中作梗 倒不如先立个贤明 潜移默化走进她心里去 姑娘 那得等到多糟晚啊 她与那位林姑娘终究齐大非有 识人心识心 日子久了 保不去她自己就胆了 是 姑娘说得有理 可总是这么远远地看着 也不是芳啊 您要同她多来往才好 你放心 用不了多久 她自会来找我的 走吧 逛逛去 六轮 儿子 directly 我 讨厄 壳 上 天 对 北京里相近 岂是方能与指引 西瑞里禁兵作乱 烽火硝烟 故身一人逃离边境 来到了西子湖畔 投情不欲 花魁梓 你在哪里 花魁梓回来 地楼 月朗星星 芒乃夜 红香之门山国古西 地标日长 地渡时暴乱 思一御 千尝快上路之铁 我教你唱的是声 今天怎么突然唱起弹了 当真是要改行当了 也许真的要转了 还在为客考的事情难过 常言道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此事本就涉险 兴许错过了这一遭 应获得福 也未可知啊 我不难过 只是有些可惜罢了 这一条路走不下去了 便找另一条路继续前行 我身上不仅 单着父亲的冤屈 还有嬷嬷的一片情 那除了客考之外 可还有别的法子 婆婆的意思是 让我找御楼帮忙 你是如何想的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本就连累了太多人 我不想把她也前连进来 可是我没有旁的法子 师父 您说做人为什么会这么累 是你自己想太多了 我问你 请他帮忙 是该他做决定 还是你来做决定 自然是他 那他可曾亲口告诉你 不愿意受这个牵连 这不就结了 这出卖油郎 你已经演过千百遍了 应该知道 男女之间若想修成 正果 首先是坦诚 其次是共担 秦忠若是瞻前顾后嫌自己穷 养活不了花魁 而花魁越是自暴自弃 觉得自己出身不好 配不上秦忠 那这出气不就唱不下去了 可见呀 是你在自寻烦恼 是不是受牵连 要靠他来判断 说不定人家不认为这是牵连 反而觉得是有难同当呢 退一万步说 就算他觉得这是牵连 不愿意帮这个忙 那到时候 你也知道答案了呀 何必独自苦闷 你说呢 我明白了师父 我明白了师父 你的答案来了 你的答案来了 抓紧啊 好 少春 我中榜啊 得了个大理寺平式的柴使 正七品 好 早点回去休息 真好 那我可算经受住了考验 那我可否禀告父母 三书六里取你进门 为什么 因为 我还有一桩心愿未完成 什么心愿 是什么心愿 你只管告诉我 我来帮你完成 姑娘 你只管我 舍得下车 橄楼 有什么帮你 回家我 你帮你去 去吧 你现在来 你去吧 你去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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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要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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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你任意 都忧心忡忡地 我瞧得出来 表心意的话 我受了千百遍 但我还要再受一回 我不想让你受委屈 你有心事一定要告诉我 却人事良不我 你若不依靠我 还有谁能让你依靠呢 我有什么好的呀 值得你这样待我 请不知所谨 一往而生 我上辈子真是幸福了 我 我进去 好 我看你进去 我看你 这下军事 你还可以 你自己还可以 你还可以 你召唤来 召唤了 你是想要 我会问你 她想在上 就想一下 睡觉了 她找不着 我 了 她要 都要是 我 有 姑娘都未必听得进去 今儿我老婆子 就算拼着惹恼姑娘 也要向姑娘小以厉害 你坐下 中暗当初抄家时的罪过论 姑娘这会儿子应当流放月东 而非在京城 孙四爷未当官时 没有那些忌讳 可眼下他功名在身 遇上了这样攸关生死的大事 他可还有这决心 与你同进退 嬷嬷是有什么计策 以我的意思 先想个法子试他一试 若他是个公正联名的好官 你再告诉他也不迟 但若他 循私枉法 难小怕事 我劝姑娘 将实情烂在肚子里 一个字也不要对他提起 这 姑娘 大难临头各自飞 夫妻尚且如此 何况你们 防人之心不可无 姑娘是聪明人 不许我多言 怎么个事发 这个不难 前些日子我路过一家查聊 听他们说 王婆子家曾有一块地皮 被孙家看上了 大方人来强买强卖 王婆子的儿子不从 历史活活打死了 可因孙家势大 四处告官无门 一直拖到今日 姑娘你说 若是这起人命官司 告到四爷跟前 他会如何处置 若他秉公执法 那老爷的冤案 便可托付给他 但若他寻思舞弊 那姑娘就当三思了 纵然他好话说尽 也是花言巧语 当不得真 老 这位大爷 您请坐 请坐 请坐 您想喝什么茶 给我来一壶上好的龙井 得嘞 说话就来 宰子 上好的龙井来壶嘞 真是可喜可贺呀 今天真是了了咱们一桩大心事 是啊 没想到这新上人的孙平是 如此公正 家里人犯了事 说处置就处置了 这一赔可填了咱们亏空了 可不 上来啦 来来来 完了 完了 这位爷 来来来 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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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 您也喝 有劳老人家了 是我直言 看着你们二位春风满面 想必一定是遇到大心事 何不说出一二 让我这婆子也沾沾喜庆啊 跟您说道说道 我们呀 是开绸缎庄的 小本买卖 赚点辛苦钱 首府孙家三位奶奶 到我们家买段子 挑了一车的上等货呀 让一并给送到府上 还不忙着给接货款 我们就想着呀 这孙家何等的排场啊 一家子赫赫扬扬 还能少了我们这点小钱不是 可谁成想的 一等就是半年 我们等到周济不上了 才敢上门去讨要 您猜怎么着 才给了个灵头 还把人给轰出来了 我们四处告关 可没人敢管孙家要账啊 没劲奈何 只好硬着头皮 告到孙大人那里 本以为孙大人 不碍于情面 不好处置 谁成想 孙大人禁忌 咱们把货款追回来了 还立罚了一百两 做咱们奔走的赔偿 这怎么好帅 是啊 那你们说那个孙大人 是不是刚上任的 孙家四爷啊 正是 正是啊 当真有这等好官 请喝茶 请喝茶 好 好 好 谢谢 谢谢 大人 来应聘的几位师爷到了 这位是大理寺新商人的平侍孙大人 拜见孙大人 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 彤文书是离宫别馆周辩天下 不错 这是哪位的高见啊 孙大人 这是哪位的高级 在下姚姨珠 你随我来 你是个姑娘 来这儿做什么 在家灌闷的 我来瞧瞧你 我这儿可不是胡闹的 你快回去 你不是来胡闹的 我来给你当师爷 你瞧 我这一身是不是还行 你就是叫人发现了 长河体统啊 你不说 我不说 谁能知道啊 可 你可是怕我胸五点末 会丢了你的脸 那倒不是啊 既然不是 那就不妨试试 你这儿不是胡闹吗 这里可是公堂 四哥哥可别过河拆桥 我帮了你那么多回 你还欠有个人情呢 我羡慕你们男子 可以考取功名 可惜我是个女孩 入不得考场 只有上你扎来 一筹公堂断案的壮志了 这样吧 你先再待几日 等完够了就回去 行了吧 等货我能助你一臂之力 你留下我这个 不要钱的失业又何妨 但若是我帮不上你的忙 用不着你说 我我自会离开的 好吧 这么快就来案子了 瞧我的 下归何人 有何怨情 明夫王婆子 家住新管村 男人死得早 我与独子王川相依为命 儿子娶妻生子 本想是享受天伦 谁知道我那死鬼留下的地皮 惹了祸事 以致我老年丧死 孙儿失户 先用壮志成上 状告京城孙家 霸占我天地 打死我儿子 甘情情贴大老爷 减恶除奸 为民主做主啊 你要为我做主啊 说几时如果发生呢 一切到来 就在今年二月 孙父要见别院 相中了我家地皮 都在呢 我们这么些天 你如今可有说头啊 爷 这地是家不留下的 我不能别卖 不卖 不卖你还想在此地 住的安闻 咱给我拆了 拆 不能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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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啊 别拆 给我打 给我打 别 别 别打了 别打了 求求你们 我别打了 海装死 死了 拆 也不拆 你 我儿子被他们打死了 又没人给我们做主 给我儿子掌命啊 我老天爷啊 一派狐冶 给我打 你一定会撒到胖眼哪 别忘了 别忘了 你干什么呢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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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赋要告状 民赋要告状 你 你 这股十日之后方可修好了 修好了 你再来吧 那过瘾了 不会 我们是四处告官 想讨一个公告可无人敢管 大家都说孙大人是好官 恳请青天大老爷为民赋做主 我那冤死的儿子在地底下 也会感恩您的大恩大德的呀 大老爷 求求大人为我们做主 大老爷 小子 快给大人客头 大老爷 大老爷 就明天我们做主了 大老爷 大老爷 你可口声声说是孙家的人 究竟是孙家何人哪 就是一个叫欢郎的小司令的人去的 欢郎 你确定叫欢郎 千真万确啊 就是他打死了我儿子 我儿子可是死到我的怀里的 大人哪 可据本官所知 欢郎并非穷凶极恶之徒 大人哪 您是孙家的少爷啊 那些摇尾巴的狗 在您面前 肯定是福寿天儿啊 可他们出了门是什么嘴脸 大人您是无缘看到的 明夫来前啊 听说大人您是个好官 所以我才来雅府击鼓 现在您要偏私了 这桩我们不告了 来 不告了您 这桩不告了 我们不告了 不告了 大胆 公堂至上 岂让你们放肆 这里是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地方吗 若你壮志上所述都是事实的话 本官自会查明真相 还你个公道 欢郎跟随你多年 你相信他是这样的人吗 我心与不信都不重要 道案也不能单凭一面之词 我得先问过欢郎 才能知道里头的内情 也得派人出去重查案件始末 目下单凭张壮志 尚且无法定乱 但愿不是 还是穿回公司 收下来呢 不小�만 刚才叫到了 她只要去 怎么费目标 过大侠面 谁就タエ 去把旁客拿ом 刵ない 纯币 洪宇 你当然可 decorate 都两个人 四爷 小的是冤枉的 您要相信我 这其中有内情 分明是那王川和王婆子 拿了我们的钱不走 有意讹诈 如今竟反过来告我 还有没有天理王法了 那日我们给了钱 便按限定的日子去收房 钱就揉了何时搬走啊 三十两 如今能卖几袋粮食几个店 你们孙家家大业大 就拿这点钱大发人 当我们是要饭的叫花子呢 莫如再给三十两 银子到了 我们自然搬走 我说王大 你真是人心不足 车吞向 你这块地原只值十两银子 看你们这 老的老 小的小 特地给你加了二十两 三十两银子 买你这块地 足足的了 如今你竟要狮子打开口 竟要要六十两 那就没法了 贵妇竟然连雇车的钱 都不愿意给 我家老太太您卖 走不动道 只好再住下 三十两雇车 你也不怕风大闪了你的舌头 那既然你们肯卖 你就把收下的钱还回来 我也好像上头回话 什么钱 你何时给给我们三十两啊 对呀 你什么时候给给我们钱呢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呀 这字举都在这儿呢 缺取三十两 还不够我们一家子三牙缝的 花完了 要钱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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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啊 你要是再给我们三十两呢 这块地皮任意处置 你要是不给呀 你就赶快走人吧 省得我再上衙门 去告你四闯名宅一只都不知道 你快走吧 来人 把这屋里的东西全搬走 送到点栏不点栏 用一用算一文 充够三十两为止 强盗啊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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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盗 不是 强盗 强盗啊 你们强盗啊 强盗啊 别打 别打 强盗啊 强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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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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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来了 你们吓人了 我吓人了 快来人了 他们杀人了 后来那脖子四处告怪 人没了便想捞些银子 小的刑端作证 并不怕地诬告 只是担心带累了老爷的名声 叫外头人说嘴 倘若真如你所说 那王川的脑袋后面 必定有铁定枣树的伤口 找个五座便的验出来了 谁说不是啊 可那王婆子心多狠啊 说是吴前安葬一把火 就把王川的尸首给烧了 如今是死无对证 只好任那婆子无赖 你先回去吧 让我再想想 爷 您一定要相信小的 小的绝不会做出那种 伤颠害理的事 行了 我知道了 你先回去 我自会查清楚的 好 求秦天大老爷做主啊 求秦天大老爷做主啊 就是他 霸占了我家田地 打死了我儿子就是他 你血口喷人 明明是你收着银子以后 坐地起架 妄图敲诈村家 你可怜可怜我们孤儿寡母吧 你这是要把我逼上绝路啊 大人 您别听他们胡说 我有证人 证人 传 传大人 民副陈氏 拜见孙大人 陈氏 本官问你 你可亲眼见到了当日的经过 是的 大人 民副就住在王婆子隔壁 那日亲眼看王婆子一家 虎脚蛮缠 收了钱又不认账 最后推推扫扫间 王川自己撞在了柱子上 并非是那些收地的杀了他 陈婆子 你都没良心的 我平日里对你可不薄啊 吃的 喝的 什么时候忘了你啊 你干嘛这么害我啊你啊 我 我 我 从你 我 你个狗东西 我那些知道 把他都喂狗了 大人 民副所言确据属实 不敢有假 大人 现即已有人证 还请大人欢小的一个清白 陈氏 本官问你 你可亲眼见到 欢狼与王婆子的银两交易了 是我亲眼所见 王婆子 你们一家去后堂 把事发当日 你们与王川所穿之衣物 以及装饰品写下来 交给堂下 要 要这个干什么 你写下来便是了 是 来人 在 走吧 走 孙孙的 陈氏 你也一样 既然你看见了他们的交易 想必也知道他们当日的穿着打扮 不需要太清楚 有个大致就好 是 来人 把他们带下去 别让双方碰到 是 大人 通线 风气花吹雪 满通 霜江 入雨 与君相约 与君相约 船头云遮远 梦醒听言语 伤心一曲 与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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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只春水垂起 苍一世回忆 几番轮回难离 一相思多疑 云地花开连离 剑身拂涌起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